杨颖两亿婚礼那天 到场嘉宾人均随礼150万 干爹干妈向华强 向太夫妇 甚至随礼1000多万 据悉 当天共收到礼金2.5亿 为此 黄晓明专门准备了四个保险柜来存放现金 一场豪华婚礼下来 黄晓明竟还倒赚了5000万 而这场婚礼 至今给人的印象也只有豪 为了娶杨颖 黄晓明光彩礼就花了3838万 大婚当天 杨颖身着百万婚纱 头戴上美博物馆的顶级皇冠 身上佩戴的珍珠和胸针 渐渐都是孤品 当天所在婚戒 是价值1000多万六克拉冠冕婚戒 总共用钻277颗 主钻是一颗梨形鸽子蛋 另外有73颗是切割钻石 相传是黄晓明亲自设计的 经过上百次的修改 里面还刻了卑鄙几个大字 据悉当天到场2000多人 从主婚人 主持人到伴郎团 伴娘团再到嘉宾 堪称全明星阵容 婚礼主持人是何久和谢娜 主婚人是大导演吴宇森 正婚人是华裔老总王中军 而伴娘团 除了李冰冰和其他几位女星外 竟然还有赌王千金和超营道场 可娱乐圈的感情总是短暂的 最终两人还是离婚了